賴清德他已經出訪 然後走他的外交行程了 他在今天早上已經回來了 我們先看一段他回來之後 把怎樣子的成績單交給國人 相當罕見的 在他的就職演說當中 再一次的公開強調 中華民國台灣 和巴拉圭共和國 共享民族自由 人權的價值 是兄弟之邦 我覺得那天的精神還不錯 他其實行程蠻緊湊的 時間也不長 有媒體幫他算說 他七天七夜六天 只有三晚是在旅館 其他四晚都在飛機上睡覺 很累耶 因為你知道 我們跟過總統都知道 那個時差 累死了 調到生理時鐘都亂掉 已經搞不清楚 現在是白天還是晚上了 真的是很累 有去過的時候 他這次去巴拉圭 其實我簡單一句話 先做這個注腳 就是低調的行程 但是得到了豐碩的成果 我還以為你要說巴拉圭 就是接下來會直通 我們新竹球場 對 那個叫做對質點 地理小常識 新竹球場一直挖一直挖 挖到最後就 挖到巴拉圭 因為賴新的沒辦法 在巴拉圭待那麼久 要不然他可以直接 搭火車就回來 因為高雄會挖過去 台八高鐵 對 台八高鐵 他講到說 國際社會非常重視台灣 的確我們注意到 巴拉圭總統 新任的總統佩尼亞 他在就職演說裡面 兩度提到台灣 這個其實在其他國家 元首的就職演說裡面 很少說會提到一個 另外一個國家提到兩次 對 這非常不容易 這表示說 巴拉圭真的非常感謝 台灣這幾十年來 給他們的協助 那因為我去過兩次巴拉圭 我自己感受到 巴拉圭人真的好喜歡台灣人 真的 你有去過嗎 我沒去過巴拉圭 我去過兩次 你走在路上啊 他們知道你去台灣來 都非常的熱情 因為我們台灣跟中國 最大不同的是 中國我去跟你建交 其實我是要掠奪你的資源 但是台灣我們的農技團教他 然後我們的醫療團 然後甚至現在教他們 怎麼去蓋醫院 怎麼經營醫院 然後呢 最新的是我們教他種蘭花 因為台灣的蘭花技術 世界一流嘛 我們還教他種蘭花 所以然後我們還有 成立一個叫台巴科大 那台巴科大呢 他們的巴拉圭學生 會到台灣來學 學一些比較理工科的 然後回去之後 貢獻他們的國家 所以他們真的很感謝台灣 我們是真心在交這個朋友 所以他說將來我想在Penia任內 台巴之間的邦交 應該基本上大家可以不用擔心 就是將來會有進一步 但是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動作 就很有趣了 剛好很巧 雷根號航空母艦打擊群 正好在台灣東部海域 我聽了美國海軍的發言人講 他說這個雷根號呢 他現在在西太平洋地區 然後呢 因為他剛參加完澳洲 大規模的演習 那雷根號他的母港 其實在日本橫須賀 從澳洲往北 如果假設要回母港 的確會經過台灣的東部外海 但是他會在那邊待多久 美國海軍告訴你說 我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 他說我不告訴你 他就會一直 我高興停在這 我就是要在台灣旁邊怎樣 我想調兩條黑鮪魚來吃一下 那這個時機很巧 就剛好在賴清德回國的 前一天雷根號的打擊群 部署在這個地方 你說他是巧合嗎 我不覺得是 我認為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巧合啦 對 故意的巧合 就是說我雷根號就擺在這裡 對 那不怕死也祝你來 好 那羅森博格 這個也是這一次的 假新聞的主角之一 對 就一直在那邊講說 你看吧 你看吧 他們也要跟賴清德見面 就跟你說有了 你是要怎樣 因為賴清德去城過境紐約的時候 依照慣例 AIT理事主席會登機接他 那在紐約為什麼 羅森博格沒有呢 人家加油喜事 妹妹結婚嘛 而且在之前溝通的時候 羅森博格就跟我們講說 我妹妹結婚 我一定要去參加她的婚禮 人家妹妹結婚 你去參加婚禮有錯嗎 結果就被講成說 你看這樣規格其實沒有 所以他昨天在舊經濟事案的時候 立刻加碼 他說台灣是美國自立維持 全球和平穩定的重要夥伴 美國協助台灣提升 自我訪問能力的決心 堅若磐石 人家就講得清清楚楚